当慈禧太后遇上维多利亚女王 当秦大百姓要公审秦始皇 历史原来是可以这样解冻 全港四十对中学师生参与制作 历史文化学堂主持八要参 春秋战国列强敬族风云变幻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真是一场国与国之间赤裸裸的斗争 当中出现了不少可歌可一动人心肺的故事 也造就了不少大人大智大勇的人中之结 当中玄壁归兆里面的论相遇 相信是无人不识非常出名的故事和人物 司马迁《史记》里面的《莲婆论相遇》列转 最后对论相遇的评论是 威信敌国名众泰山 究竟论相遇如何威信敌国名众泰山呢 今晚历史文化学堂 我们请来东华三院马振玉纪念中学的老师同学 为我们炮制一出历史广播剧 志勇相传论相遇 当中饰演论相遇的是王志成 饰演秦皇的是叶俊贤 饰演赵皇是庄宏宇 饰演美人甲和美人悦的是陈以琦和周楚琳 另外负贤旁白的是陈以琦 指导老师是吕君浩和罗晶晶老师 好 大家请收听 志勇相传 论相遇 和氏碧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玉器 亦是君主的象征 和氏碧的由来 据记载是由彩人变和发现 后得楚文皇上色 而名震天下 在春秋战国时 辰转流传 最终由秦始皇得岛 并制成玉璽 之后再经各朝君主拥有 可以说是 得和氏碧 得天下 可惜 这么有名的和氏碧 到五代十国的时候 终于因为天下大乱 而不知所终 自此之后 只可以从古文记载 去怀念和氏碧 和氏碧虽然已经失去 但奇闻天下的故事极多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和氏碧 与秦皇之间有一个小故事 如何可以令到一个人文明天下 故事的开始 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话说有一天 秦皇收到消息 知道文明天下的和氏碧 竟然落在赵皇的手上 所以就派侍者交信给赵国 秦希望可以以十五座城池去交换 本故事的开始 就在秦皇派人去信 赵皇立刻找群臣商议 众兄家 秦强我弱 我应该答应 还是拒绝秦皇呢 大王 微神认为应该拒绝秦皇 大王 万万不可 我们要答应秦皇 大王 神认为秦皇是信不过的 因为我们将和氏碧交给秦国 以秦国一向不守信用 出意反意之下 我们会既失未欲 亦得不到成词的 大王 神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不给 实在会激怒秦国 秦国那么强 他们不会就此罢休 我们赵国疑疑 唉 两位兄家都有道理 我应该给还是不给呢 一块和氏碧 居然令赵皇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 过了几日 一位臣子向赵皇推荐一位岁客 说他才智过人 必能化险为宜 赵皇知道后 立刻召见他 这个人就是论相遇 这个人就是无办法之下的唯一办法 经过一番准备后 论相遇带着和氏碧去见秦皇 大王 赵皇特意派本人奉碧 好 好一块和氏碧 一块闻名天下的魅玉 终于到本王手上了 连天下最美的玉都得到 本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 救皇派出 救皇派出 大王 我又要看看这块玉 大王 我又要看 我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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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美人 你就传去看看 于是秦皇就在论相遇面前 将和氏碧传给每一位臣子 和妃子美人观赏 这个时候 论相遇心知秦皇是完全 没有跟赵国换成的诚意 但是 一块碧玉已经在秦人的手上 那 论相遇有什么办法呢 只见他若无其事 慢慢地起身说 大王 和氏碧虽然漂亮 但当中 还有瑕疵 我想大家都看不到的了 一块那么美的玉 均有瑕疵 没可能 美人 拿筷子过来 给本王看看 就是这样 秦皇好紧张地拿回和氏碧 但是 他左看右看 都是看不到当中的瑕疵 大王 你看不到吧 我们都是无意中 只见到小小瑕疵 不如就等我 指给大王你看 你快点告诉我 就是这样 秦皇就将和氏碧 加回给论相遇 但是论相遇拿回碧玉之后 他不是指示当中的瑕疵 而是向后退 退到一条大柱旁边 大王 赵王极为重视奉碧一事 他今次虽然因事 没办法奉玉到秦国 但亦先齋戒五日 才被我拿玉出使 可见尊重之情 如今秦皇接过和氏碧之后 不但没有给承辞之意 还将碧玉传给大臣 美人观赏 实在十分不尊重我国大王 若果秦皇不再有任何表示 本人就会连同碧玉撞住 相遇就拿着一块碧玉 退后几步 靠着柱子 而且怒法充官 你敢? 我当然敢 怪就怪我信错你,大王 想当日大王想得到和氏碧 于是就派人送信到我国 我皇立即召集群臣相遇 大家都说 无可能得到 偿赴给召国的成立 但我认为大国之间是讲求信用 堂堂秦国是绝对不会失信 而且因为一块碧玉的缘故 影响了我们秦国 召国的友好关系 实在不应该 召王齋戒五日 派我捧住碧玉 进献大王 他还在朝廷上行过叩拜礼 送出国书 为什么这么做? 是因为表示我们对秦国的敬意 如果大王硬要逼我 我的头和碧玉 一切就会撞到那条柱里 秦皇心里突然怯一怯 跟论双鱼破坏碧玉的事 更不想将事情化大 双鱼拿着块碧玉 邪汉柱子 正要将碧玉撞向柱 停 请不要撞碎碧玉 人家拿地图过来 是 糟糕 收到这儿吧 用这儿吧 就分于十五个城池 给召国吧 在这个时候 论双鱼看准时机 安排下属将碧玉运回召国 秦国当然不知道论双鱼会这么做 五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 他们再次在庭上相见 陛下 恕我直言 贵国由妙宫开始 暂时未有一个坚守文若的君和 我们实在不能够再次相信你们 所以我已经将碧玉运回国了 你 你 神至之有罪 现在交不到碧玉 请陛下降罪 罪下不会反抗 不过既然陛下已经答应了 以十五座城池 以作交换 你大可以放我先走 等到赵国收到城池的时候 被人定当亲自送回碧玉 陛下你可以跟众大臣相宜相宜 你 你 你好大的胆 还用什么谈 秦皇虽然是生气 但是想到杀了卵相遇 都是得不到块玉 还会伤害赵秦两国的关系 所以无奈 都是要放走论相遇 论相遇 论相遇今次不单止为赵立下大功 还因为其才智 而扬名天下 不过不单止这件事 可以看到论相遇的才能 其实还有另一件事的 没错 经过这件事之后 秦皇已经心怀不忿 于是再次相遇赵王 在敏词会面 哈哈哈 今天能够与赵王唱饮 是本王的荣幸 秦皇客气客气 本王听闻赵王爱好音乐 尤其善于古室 今天这么高兴 不如就请赵王上前表演古室 赵王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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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好啦 于是 立即计下此美时 堂堂照过大王 竟为本王奏乐 哈哈 美时美时 秦皇 在下有事相求 论相遇 说啦 臣亦素文 秦皇亦善于乐理 不如秦皇一起演奏 互相娱乐 方氏 本王身份高贵 怎能做出这些事 儘管论相遇 多次要求秦皇 秦皇堅決不答应 于是论相遇 就突然捧着秦国乐器 否 冲到秦皇面前跪下 若果秦皇堅決不答应 秦皇就会浅血当除 杀他… 谁敢来 我手持秦否 和秦皇自叉五步 你们肯定比我快? 你… 你们退下 请秦皇激否 你… 你… 寡人真怕你? 好 寡人激否 于是 飽姿记得如此美事 堂堂秦国大王 竟然为赵皇激否奏乐 于是 论相遇忠于为赵皇挽回面子 虽然历史的发展 仍是祥国一同天下 但论相遇的才智 和是碧的故事 依然流传后世 成为千古佳华 历史文化学堂主持百耀餐 好了 自用相传论相遇的故事 大家听过了 其实这个故事 都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 《莲婆论相遇列传》里面 改写而成 首先问问各位同学 论相遇自在哪里? 她自在 她本身是想拿回鱼 但她没有直接说 秦皇我要拿回鱼 而是说鱼有瑕疵 而借这个机会拿回鱼 所以由此可以体现到 她是一个有自貌的人 没错 她不是硬来的 先哄一哄你的秦皇 其实她是不是一早想拿回鱼 其实都未必 其实是两手准备的 即是说如果 最好的打算应该会是怎样的 就是鱼相遇 把鱼献给秦皇 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怎样 相信最理想的情况 就是秦皇会根据他的承诺 给回15个承辞给召国 没错 于是秦皇接个鱼 真是美鱼 15个承辞 拿个地图来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但论相遇好 就是所谓两手准备 如果这个情形不出现 也会尿到秦皇 会不守信约 那怎么办呢 鱼已经送出去了 他一定是用手机 想办法 将鱼拿回手 自己手持美鱼 然后才可以凭据着 和秦皇如何再力争 所以此其治 何处见其勇呢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勇之处 即是他一个人 孤身陷入秦庭 周围都是秦国的上下 而且左右都说要杀他 杀他 这个勇之外 还有显得出一件事 勇除了勇气之外 大家有没有看到内容 他怎样去取那块玉之后 又怎样退后 又怎样挖起柱 那些尺寸方位要量度得很准 因为左右都在盯着 一挥劍就可以斩下去 所以一定要顺雷不及 而且一定在一个很短的范围里面 你想杀我的时候 我已经先撞眼块玉 所以这个勇 就不是单凭一种血气之勇 还是计算过的 计算过的 有周长的计划 这个周长的计划 不是当下之立刻想出来的 应该是怎样的 应该就是说 他一进去巡王的宫店里面 他已经看到环境是怎样的 已经在心里面有个想法是 我以后我应该要怎样做 等一会儿我应该要怎么规划我的波 没错了 刚才你们也是有表现出来的 《史记》原来也是这样写的 看到秦皇将尾玉传来传去 都毫无诚意 还有接见他的地方 是一个普通的宫殿 不是说这个大的庭到大的宫廷上面 已经深有准备 甚至可能这个准备已经是什么 在未离开赵国的时候 已经我们所谓做任何事 都应该要怎样 未与筹谋 未与筹谋 有Plan A Plan B Plan C A B C計劃 要有这样的准备 所以勇气不要只是说 拍起胸口 我够勇自当头 这样就够 智勇相存 非常好 其实 《论相遇》除了智与勇之外 其实还有人的方面 因为蝙蝠所限的时间关系 大家没有说到后面 《史记列传》后来说到 《廉婆》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 知道 谁可以说来听 《廉婆》 《廉婆》是武将 《廉婆》也是忠勇为国 事实上刚才说到的敏辞之会 当时《廉婆》就知道形势很危急 也有先跟大王说定 你跟《论相遇》 你就去跟秦皇会面 我就等你 等到三十天都不见你回复的时候 或者不见你回来 我就知道有难了 那又怎样呢? 我就另立新军 另立太子 于是秦国便会看到 原来召国早就有准备 不会是临时之间 没有了皇帝 就方寸 没有了大王 方寸大乱 知道有所准备 他就支难而退 所以《廉婆》也早有计划 结果两个人 一文一武 都同时保卫到赵国 一文一武 都有这样的功劳 但《廉婆》对《论相遇》 服不服气? 不服气 因为后来的官位 拜官位 廉婆是低过《论相遇》一些的 《论相遇》 拜为尚卿 所以出现 《将相不和》 但《论相遇》 表现一种什么风度? 他之后在宫廷上 他宁愿受到廉可的退去骂 不跟他爭 不跟他爭 他在宫廷上避开他 也不想伤到他们国内的和气 宫廷又避开他 甚至在街上 大家如果经过大家坐的车 论相遇会如何? 会让他先 会让他先 所以是引居被匿 后来他说出了原因 就是不想两苦相争 因为这样的时候 旗世不拒生 很出名的一句说话 先国家之急 而后私囚也 私人的仇怨 结果两个人敏颈之交 这种气度 所以堪称真是大仁大智大勇 这个论相遇 好了 一个这么生动的人物 活灵活现 在司马迁的笔下写出来 你觉得司马迁好不好? 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这个史记 除了历史之外 还有什么? 我觉得是一种 给我们引股诫金的一个证据 或者一个书籍 给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 以前的人 都已经是这么懂事 对于外交关系 还可以表现出那种大勇大仁表现 好了 黄智诚同学 你刚才饰演论相遇 你说就是监古 资金 如何资金? 我觉得现在的外交手段 其实都跟论相遇的行为很相似 各与各之间都避免 去发动一些不必要的战争 好像论相遇那样 是不是为了一块肉 秦国和召国就要打仗 而拿那块肉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大家只要耍一点的外交手段 其实已经可以将这些人命伤亡 避免了 这方面就以我们中国所面对的既有和日本方面 就雕如台岛之争 另外 台湾方面的渔民被菲律宾那些部队枪杀 菲律宾的国家方面 对于台湾方面的表现是如何? 大家觉得台湾是怎样回应的? 台湾在这次表现得够不够欺如其分? 我们不要说强硬 还是软弱 最重要是适切 适当 合乎地位身份 合乎当时的情形 合当 你认为合不合当? 我觉得台湾可以再强力一点点 菲律宾射实了他的子民 那就是对人民一种伤害 我觉得台湾也算一个经济城市 应该对菲律宾强一点点 或者借着中国外交的关系 对菲律宾作出适当的施压 台湾不止一个城市 都是一个政治实体 你意思是甚至应该和中国大陆 大家摒弃着政见上 或者政体上的纷争 大家在外交上共同的阵线 争取为我们自己的国民应有的利益 最重要是一种平等的争取 好像刚才《论相遇》里面 秦皇侮辱我们的赵皇 要他奏恶 这样好 形势逼到来 没有法子不奏 但是秦皇你又要奏? 旗鼓相当 各不相让 大家才能够势军力敌 然后在谈判却上 未到战争 在谈判却上 才有这份量 好 这个就是所谓 枝古又银金 读历史 往往我们需要这样 而我们今天也很开心 能够演绎到 司马迁这个列传 除了是历史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伟大的 戏剧创作 因为里面那些场面 情景 人物的语言 非常生动 力力在目 这个真的好像 现场拍摄 这就是一种艺术的加工 所以史记 大家要多读多看 真是一个历史和戏剧 非常绝佳的结合 今天的历史文化学堂到此为止 多谢各位